今天還蠻高興能夠來到第三屆台灣嘉年華 那以前一直都是以旁觀者或是參與者的角度來參加台灣嘉年華 這一次就是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剛好看到台商會有這個展現說我們可以擺自己攤位的台子 所以呢我們就來擺了 那我可能要跟你們介紹一下 我們攤位賣的就是傳統的台灣人常吃的番茄裡面夾了蜜餞 然後呢撒上酸酸甜甜的梅子粉 我們同時還有賣草莓跟香蕉 小孩子大人都喜歡吃的水果串 跟如果你需要的話 撒蜂蜜 撒白糖粉和撒巧克力醬都還蠻好吃的 最主要就是最傳統的在台灣有一種食物呢 就是醃拔辣 可是在澳洲拔辣真的很難找 所以我們改良變成了醃西洋梨 那醃西洋梨因為是用白糖去醃特別的甜 又有水蜜桃的那種香滑口感 那希望這一次不但能夠吸引到澳洲人的口味 也希望台灣人能夠多多來捧場 謝謝